你好 你現在的收看是Olivia OO 我是Olivia OO 今天這集的內容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怎麼把我 大學時期 很常穿的一件 法蘭蓉的襯衫改大 在十年後的現在 那一件對我來說已經太和聲了 然後我喜歡比較寬鬆的 那種襯衫的感覺 尤其是在上面這個area 不知道為什麼我是有在發育嗎 還是在長高 I don't know 這一集是我第一次嘗試 要把衣服改大 以前都是找到一件很大的衣服 然後要把它改小或者是改成其他東西 那這一次是沒有加任何的布料 的方式把它改大 大概半個size 希望胸部可以裝得下之外 肩膀這部分也可以 比較輕鬆一點在最後的時候 我有請很多 Instagram上面的朋友幫我投票 要選擇一個新的設計 最後的結果 跟我想的其實一模一樣 然後很謝謝大家 做了這個小小的投票 你可不可以那個鍵盤打小聲一點 Thank you 那就謝謝大家 在Instagram的限時動態上面幫我投票 就來看這個製作過程吧 先拆掉的是這個會在手臂內裡出現的綁帶 拆下來的扣子可以再利用所以要收好 然後就想說口袋可以不要拆的話好像也不錯 但是還是等一下再決定先處理已經確定的就是袖子的長度 還有衣服下擺的長度 這個步驟就是拿自己穿起來覺得舒服的衣服當版型的依據就可以了 下擺剪完後試穿看起來口袋是要拿掉了 然後等一下也要順便處理一下袖子的部分 我先把口袋拿掉 然後再沿著袖子口一路把縫線拆到腋下再拆到腰間 拆完是長這個樣子 從縫線的部分看起來可以多的布料好像沒有很多 但是這集要挑戰的是不加布料 所以也只能這樣 另外一邊也是口袋跟縫線都拆掉 經過這個步驟之後 可以大概知道做一件衣服的拼圖是長什麼樣子 以後如果我要自己做衣服的時候就可以回來這集參考一下 我已經錄進去了 我剛剛在大便的時候想到一個idea 現在要來執行 所以大概要留8公分到10公分吧 剛好差不多10公分 大概9.5公分10公分 好 你有力氣洗完嗎 謝謝 反過來了 正面對正面 這個要 這樣子 接下来因为上次金龟绿那件衬衫的经验 我先把刚刚拆掉的边在很靠近边边的地方缝起来 大概只留了0.3到0.4公分的边 就直接在边面上缝上字字形收边 上次金龟绿的那件衬衫是改小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我会把连结放在右上角 希望这些影片都可以让想要自己改衣服的你们 避开掉那些我已经犯过的错 改这件衬衫的第二天 我想要先做昨天想到的idea 就是利用剪下来的碎布 净凑成一条约5公分宽的缎带 打算用它来做昨天晚上缝好的下摆 做法是先用平针固定在边上0.8公分的地方 然后往另一边反折 反折三次后再缝在另外一边 大概一公分的边上 这样就可以把下摆都收起来了 如果是不小心把衣服剪掉 忘记留缝边的话也可以这样抢救 我个人是希望可以用这个方法做出把格子的花纹在视觉上切断的感觉 再来就是要处理袖子口的设计 一样也是做出5公分宽的缎带 用同样的方法沿着前一天预留的9到10公分的开口缝合 这边对我来说比较难的是会经过两个90度的角跟一个365度的角 同样也是先固定背面离边边大概0.9公分的地方 然后再翻折三次到另一边然后缝在正面的地方 缝完之后大概长这个样子 虽然说第一次这样尝试感觉效果还不错 但是我没有很喜欢这个部分凸出来的感觉 索性就直接在里面缝了一条斜线 让它比较闭合起来 接下来是要处理闭合袖子口的设计 再来我做的是一条3公分的缎带 在缎带的0.5公分的边上缝平针之后 把它由里往外翻 为了保险旗舰里面还是有用姿质型收边 但是就让外翻的过程有点吃力 但是最后还是有事成功的 然后减下两段5公分的长度 再拿出刚开始取下来的那两个扣子 断带尾端缝在两个袖子缺口的前侧端 扣子缝在后端 然后扣子 不是扣子 袖子口就做完了 这时候试穿好像没有什么用 因为一切已成定局 如果可以重来一次 我应该会加布料 因为它现在顶多是 in a quarter half plus 再来就是灵口也就是我最后一个要处理的设计了 我在镜头前是画方灵跟小V灵 但是因为它原本是各自的设计 让我觉得怎么画都觉得有点不对劲 然后我就一边想说要怎么处理灵口 一边把胸前的小口袋拆掉 在不知道怎么设计的状况下 先把布料剪掉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一件事情 but I did it anyway 然后就马上去Instagram上面求救 问大家该怎么办 投票的结果让我觉得不知所云的 对观众的眼光非常有信心 所以我就会继续问哪种圆灵好呢 在低窄跟高宽平手的状况下 我决定做可以让胸前的area 更舒服的设计 就是高宽 这把有曲线的尺是新买的玩具 尤其是在金规律那件衬衫后 就更觉得工具用对真的很重要 这里的缝法我决定要做跟下摆比起来 相对简单的双排平针 你可以选择去买双头针 如果没有的话跟我一样用单针缝两次 也可以做出双排平针的效果 最后我把拆下来的latif标签 缝在背面的正上方制造出一种 好像不小心穿反的感觉 那这件衬衫就改造完成了 经过试穿之后 我发现这件衬衫它的布料 其实原本就没有太多 所以我最多只能把它改大半个size而已 以我现在身体的状况来看 才应该是要改大两个size 我应该是要穿台湾的size 尤其是latif的L或XL 我才会觉得舒服 那这件很显然就太小 就是它是M 然后现在变成M plus 那我希望它是L或者是XL 所以它需要再大两个size左右 所以这部分我还没有办法 在没有加布的状态下 把它改成我想要的样子 但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 我觉得已经算蛮成功的了 自我安慰一下 希望大家从中也获得了一些经验 你在做你自己要做的衣服的时候 就可以adapt那些经验 然后可以不去犯我已经犯过的错误 再次谢谢大家在Instagram上面的限时动态帮我投票 如果你喜欢这集的内容的话 记得给这集按赞加分享 如果你想看更多这样的影片的话 请您按订阅频道 记得打开小闹铃 那么我们就下次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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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打赏金银 转发 打赏金融丝 转发 打赏金银 打赏金融 转发 打赏金融丝 转发 打赏金银